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羊粪球电影 今天和大家说一个 父亲为了研究病毒血清 不惜用女儿身体做实验 最后把女儿变成半人半蝶的故事 五蝶公墓 小蝶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舞蹈家 原本事业顺风顺水,爱情无忧 然而五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男友叶明离他而去 面对失去爱情的遗憾 他爆发出了超长的灵感 编排了一出名叫蝶舞的芭蕾舞剧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婴儿收到前往布达佩斯 为文化基金选角编舞的工作邀请 这个基金会由装饰家族创建 在装家阿少庄严的借贷下 小蝶被安排到一处美轮猛幻的古堡中住下 不赖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小蝶正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突然停电 当他出去查看的时候 突然遭到一大群蝴蝶的攻击 幸好一个叫白鹿的女孩拿着火把及时赶到 成功驱散了蝴蝶 小蝶认为这应该是气候变化 引起的蝴蝶迁徙 但白鹿却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一定是蝴蝶公墓开启了 当小蝶想细问的时候 白鹿却不愿多说急忙走开 第二天小蝶正在指导姑娘们练舞的时候 庄严过来告诉他们 明天就是布达佩斯传统的万灵节 基金会将在古堡中举办一场盛大的面具舞会 到时候庄夫人和神秘的大少爷庄秋水也会参加 姑娘们顿时兴奋不已 这可是个非常值得做疯狂的好机会 舞会上小蝶得到了和庄秋水共舞一曲的机会 不料他突然发现 庄秋水和他失踪五年的男友 叶明有着惊人的相似 可对方却直接否认了这一切 并告诉他 下次见面的时候会让小蝶看到他的真面目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小蝶找到了舞蹈团里会性压力语的学员白鹿 两人一起来到市里的图书馆查找线索 资料显示 庄家曾经有过一座大型医院 曾私下在里面进行各种人体实验 不料医院在战争中被摧毁 那时候人们在废墟中挖出了很多硬马的尸体 更可怕的是 还有人看见了半蝶半人的怪物 这时候助理也给小蝶打来了电话 警局根本就没有严明的死亡记录 他感觉整件事情非常的奇怪 希望小蝶抓紧离开这里 不来到了晚上就发生了一件更加可怕的事 舞蹈团里的一个妹子被发现惨死在温泉中 闻讯赶来的庄园告诉他们 已经报警很快就可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可大家根本就没见到所谓的警察 庄家更是直接举办了葬礼 葬礼结束后白鲁告诉小蝶 妹子的死亡并不是溺水 而是因为中毒 通过墓碑上可以看出 庄家所有的男子没有一个可以活过40岁 她的姐姐多年前也来过这里 不过在留下一个和蝴蝶公墓有关的笔记本后 神秘失踪 而笔记本上的一个图案和死去的妹子身上所中的毒 也非常的相似 这时助理打来了电话告诉小蝶 通过笔记对比 庄秋水和月明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接完电话 小蝶突然发现白鲁失踪不见 她急忙赶回城堡 想找庄秋水问个清楚 却被庄夫人拦住 夫人告诉她 他们庄家的确进行过人体实验 但是为了研制解毒血清 用来拯救在一定能受生化武器荼毒的士兵和贵族 他们的先辈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不料因为实验失败 导致身体发生了变异 最后医院被摧毁 所有的实验早已停止 这时小蝶突然感觉一阵头晕 原来是管家在葡萄酒中放入了迷药 幸好庄秋水急急赶来 依此要挟才让庄夫人放过了小蝶 小蝶醒来后 庄秋水向他坦白了一切 原来他的确就是失踪五年的夜明 因为他们家族的男人身体里都有蝶毒 活不过四十岁 所以选择翘翘离开 所幸最近他们已经研究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让小蝶先轻离开 自己很快就会过去找他 可是当小蝶乘车离开的时候 还是发生了意外 直接被人迷晕在车里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座古墓中 葬礼上失踪的白鹿 已经被做成了蝶影 另一个女孩曼莉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他是一个蝶人 想要逃跑的小蝶被赶来的管家抓了起来 当他醒了的时候 已经被绑在了床上 原来管家就是曼莉的父亲 为了研究出治疗蝶毒的血清 从小就用女儿的身体做实验 可最终失败把女儿变成了蝶人 但小蝶的体内有他母亲的遗传记忆 在他的身体里注射足够的蝶毒 小蝶变身后 他们就可以提取到大量的血清 这时得到消息的庄夫人和庄秋水赶了过来 所有的谜团都得意解开 原来当年庄夫人也参加了实验 但家族里的男人们 因为忍受不了痛苦都选择了自杀 而他却成了一个不老不死的妖怪 小蝶的母亲因为高额的酬劳 在怀他的时候也参与了血清实验 身体成功产生了变异 后来因为忍受不了实验的痛苦 差点杀掉年幼的小蝶 幸亏庄秋水的父亲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但他的母亲还是选择了自杀 这种小蝶因为身体里有妈妈遗传的基因 被抹去基因偷偷送走 庄家也曾此定下族规 因不宜谋害别人的生命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庄秋水五年前接近小蝶 就是为了他体内的血清 不料后来发现自己真心爱上了他 于是选择偷偷离开 这次来到古堡则是管家和庄严 偷偷制定的计划 在庄秋水和管家打斗在一起的时候 小蝶体内的蝶毒发作 背后直接长出了一对蓝色的翅膀 就在他带着庄秋水想要逃跑的时候 曼丽变身追了上来 两人根本不是对手 庄秋水更是差点被管家推下悬崖 危急时刻庄夫人及时赶到一枪打死了管家 曼丽看到自己的父亲掉下悬崖 一声怒吼直接朝夫人冲了过来 不料在关键时刻 庄严跑过来挡在了母亲的身前 曼丽收手不及直接抓碎了她的心脏 庄夫人直接朝空中的曼丽开枪打死了她 最后一刻庄严抱着曼丽一起落入了悬崖 为了彻底解决毒害了他们家族几位人的跌毒 庄夫人开启了蝴蝶公布的自毁装置 陪着整个家族的秘密 永远埋葬在了这里 小爹则用自己的翅膀带着庄秋水成功逃了出去 从此过起了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